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的頻道 我是你們的主持 郭政堂 很久都沒有跟大家講過歐洲那邊的政局 隨著歐洲的歐洲委員會馮德萊恩連任 然後在9月17日 他的新一屆成員名單揭露了出來之後 當中包括了很多歐洲國與國之間內鬥的消息出來了 包括馮德萊恩怎樣用人為親 難以服眾 怎樣剛愧自用 還有連同歐洲幾個主要國家 最重要就是德國和法國 在這件事上怎樣協商的內容都出來了 全部都是一些內裡政治操攏有餘 對國家利益欠奉的一些政客行為 現在有傳馮德萊恩雖然連任 但是他隨時面對一個非常之嚴重的後果 這個後果就是隨時世界局勢一轉變的時候 有一件事發生 會令到他會被歐洲27個國家一起 被他綁住一起送上這個制台獻祭 落得千古罪人這個罵名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稍後慢慢跟大家分析 藉著說歐洲 因為很久都沒有跟大家說過 歐洲那邊其實所有政界發生的事情 都是非常之無聊和不切實際 和民生國際形勢一點關係都沒有 和這個世界發展也有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但不能夠為及其他國家 甚至連自己歐洲自己都在傷害自己 當然就要跟大家說一下 法國總統馬卡龍如何在這個政壇失勢 此時也關係到歐洲那邊在貿易方面做了多少 不切實際將中國成為假傷敵 其實傷害自己的行為 還有這一集也都伴隨少少 馮德萊恩的這個心理分析 和他的人生回顧 那現在呢 他新一屆的任期 會怎樣令到歐洲衰多五年 甚至現在來歐洲很多人 甚至那些智庫組織都開始反省自己的時候 都沒有用 因為歐洲已經正式反雲罰術了 在節目開始之前就由我做一點呼籲 新潮民就會在未來的11月20日至12月2日 就會搞一個為期十三天的東北之旅行程 由於我們中國東北在我們新中國成立之後 卑予為共和國的長子 所以今次的東北之旅 如果喜歡歷史或軍事的朋友 就千萬別錯過今次的旅程了 今次的東北之旅是包含到大量的歷史和軍事要素的一些景點 而我亦都會在這條片的最後十幾分鐘之後 播放一個行程介紹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先WhatsApp過去 加852-6828-7447 聯絡潘小姐來查詢行程和報名 當然你也可以看我的片尾最後十幾分鐘的行程介紹 再WhatsApp過去也未遲 在現在香港樓價下的店鋪也失去人流 很多老字號百年老店紛紛來場的時候 我們哪裡可以找到一些人流保證 需求保證的地區 能夠以房產做一些低風險 夠穩定的投資 而同時可以獲得一定的租金回報 受惠於亞洲以至到歐美尤其是中港台三地 龐大的旅客日本大阪這個地方 面對龐大的住房需要供不應求 所以開放了民宿經營 來照顧龐大旅客的需要入門門檻比香港低 二三百萬左右已經可以進入一個非常好租的民宿 而且租金回報也可觀 每一年的租金回報扣除所有的集項 五六來絕對不是問題 這次新潮民現在籌辦了一個大阪考察之旅 在10月3日至10月7日 五日四夜 親身去了解當地的買地 起樓和民宿經營的做法 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親身去感受一下那裡龐大的人流衍生出來的商機 然後再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房產組合 而同時另一半的旅程也會帶同大家去吃喝玩樂的一番 吃最著名的蟹道樂 安排了大家去這個G20外長峰會 都要去進行國宴的料理 以及著名的日本神戶牛火鍋和燒肉等等 景點方面也都安排了大家去這個內糧 去餵下鹿仔 去大阪城公園 甚至去深齋橋 杜頓國這些旺區 去逛街購買 這個團所需要的費用 只是大家出回自己的機票和酒店就可以了 而沿途吃東西大家都去自費 我們沒有收大家的團費 但是由大家到機場的一刻 由名車接送 以及當中的安排和帶領 都是我們送給大家的 有興趣的朋友 就聯絡這個電話 6031633 6031633Whatsapp我 只是只接受20人 在今次的片尾 在原作旅行介紹之後 也有大阪考察之類的介紹 大家可以留意片尾的片段 來詳細了解 在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事不宜遲現在就陪大家說一說歐洲那邊的情況 歐洲這個地方 很多國家組成 歐盟是由27個國家組成 27個國家經常 你不妥我 我不妥你 在歐洲的議會 家草屋蔽 爭持不下 導致諸事不順 無事可立 基本上這件事是歐洲的常態 亦都是他們很擁抱 很喜歡的民風來的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才叫做多元 這樣才叫做有談有談 意見很緊要 爭持不下很緊要 但是這些行為 就對整體的一起發展 是一些好處都沒有的 其實如果是這樣 歐盟又不是一個國家 雖然歐盟不是一個國家 但是他有形同一個國家的級數 歐洲議會 歐盟委員會等等 但是偏偏又要他奉行 所謂多餘的多邊主義 為了有談有談 照顧很多人的意見 但是就令到每個 尤其法國這些國家 德國這些國家 甚至歐盟委員會自己都僵持不下 經常諸事不順 今天就要跟大家說一下 法國總統馬卡龍 在他政治豪道之後 他失了世 失了世之後 他迫不得意下 一定要跟馮德萊欣協商 馮德萊欣 剛剛就贏了他那個 新的歐盟委員會的選舉 導致他能夠 接下來 再有一屆的任期 本英能夠連任是一件喜事 拜老頭 他師兄也不能連任 但是他能連任 但是所有歐洲那邊的智庫組織 時評 所有務實派的政客 都一致認同 馮德萊欣如果再做多幾年的話 接下來這五年只會令到歐洲更加衰 將歐洲的利益 接下來五年更加拱手相讓給美國 而馮德萊欣繼續出賣德國 出賣整個歐洲 問題就是馮德萊欣找錯這個 歐盟委員會的會長一職 沒有人可以動得到他的江山 動得到他的地位 因為他背後的勢力實在太過堅實 他背後有美國來撐腰 而美國對歐洲所有界別的滲透實在太過厲害 就不是今天歐洲說一句戰略自主 說一句我們開始痛定思痛反省 就可以推翻得到 美國的中下的網路實在太深 而歐洲他的發展去到今時今日這個程度 包括他人民的思想 歐洲整個風氣作風 他的制度可以說的是失敗 是理所當然的 話說9月17號 馮德萊欣就公佈了他新一屆成員名單 本來歐盟委員會的成員名單 就是27個國家 國家與國家之間一起提名 一起進入新一屆的歐洲政府來做事 這個名單裏面 26個人裏面 有8個重要的職位裏面 最重要的職位8個 都有6個是女性 而26個人裏面 連副主席之位也增加了6個人 就是增加了多些位置 但是馮德萊欣也很不滿意 他說 我沒辦法令到 今屆男女的比例是一半一半 我只可以做到四成是女性 所以我個人覺得很失望 你知道我的作風是奉行女權主義 但是在多邊主義的底下 你起碼都要一半一半 一半男一半女 才做到馮德萊欣眼中理想的歐洲委員會 歐洲委員會就是一個行政組織來的 對歐盟而言 所以是比較做事的一班 但是原來做事不是講才幹 不是講經驗 不是講實力 原來是講性別的 所以歐洲人想些什麼 你猜不到的 當然馮德萊欣這個人 到底坐歐盟委員會會長一職 他是不是為了做事呢 他當然不是為了做事 或者反過來講 他是做事幫美國做事 他在任成功握到所有人 甚至握到法國總統馬卡龍 2019年來推薦他上位 也跟德國那邊一起去協商幫口 就是想覺得馮德萊欣性財稱職 誰知道一上任之後 就原形不露露出他的狐狸尾巴 原來他是效命於美國的 此事就關係到馮德萊欣的家族 他的背景 他的丈夫 很多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 大家不需要追究了 總之我們今集知道馮德萊欣是效力美國 所有事情都會變得更加清晰 因此馮德萊欣連任的話 未來五年只會將歐洲推得更加壞 因為這個本身就是他的任務 他會用未來五年的時間 就更加來開放門路 讓美國來收割歐洲 例如說俄乌戰士一揭發的時候 美國收割歐洲那些貴四倍 貴五倍的天然氣 來自美國的液化天然氣 一旋一旋地運到歐洲那邊 而歐洲因為所謂的制裁棒子 就不買些便宜的俄羅斯能源 就被迫要接受些貴的美國能源 美國大賺一筆 北約的國家為了協助烏克蘭敵俄 應該是說為了協持烏克蘭敵俄 大量扣入美國的軍備 導致美國的軍工GDP 上升了兩成那麼多 任何有關軍工的軍備的產業 工廠工人的人數增加 開工的時數增加 賺錢也增加 美國是收割賺得不亦樂福的 只是說能源和軍工這件事 都已經涉及天文數字的利益了 一會兒我會說這些利益 如何影響歐洲那邊的情況 也如何影響美國那邊的情況 背後的水很深 馮德萊恩 以及歐洲很多國家 都有類似他的政客 一直以來 就培植了起不同的國家 適當的時候 就禁制一齊來做事 阻止任何歐洲 任何重要的國家 發展一些對他們國家有利的東西 要這些政客幫手 來出賣他們本國的利益 出賣給美國 本來這些評論 都有少少似是批判性的 有少少似是 我們坐在亞洲這邊 我們身為華人街 這樣華人街的國家 人家實際在做什麼 你知道嗎 現在不需要我們說 就是今次 9月17號的 歐盟委員會 新一屆成員名單出來 這個新一屆名單 除了馮德萊恩很想做到 半男半女 其實他最想做到 就是青一色的女人 不過沒有可能 他其實也都 在這個名單 設立之前 和27個國家的元首 討價還價 不停施壓其他國家 施壓其他國家 他背後有一個很強的美國 而其他國家也都 經濟失勢 導致他們的領導人也都失勢 因為歐洲的情況 當經濟很差的時候 歐洲就有一個新的民風 民粹開始出來 這個就是保護主義 應該說得更難聽 是一種排外的主義 一種極端的保守主義 叫做極右派 那我們先知道這件事 我們稍後再回到歐洲的經濟情況 和民心的改變 馮德萊恩對27個國家 不停施壓 他背後有一個很強的美國 所以就算連德國和法國的元首 都害怕了他 怕了他的政治影響力 馮德萊恩甚至可以起 有一個之前 是在這個名單裏做事的人 他是一個法國人 叫做布雷頓 他已經在歐盟委員會 做了五年的內部市場的專員 關於內部市場 當然是講經濟 競爭力 產業這些 這些東西 所以這些務實的東西 也是歐洲現在最缺的東西 因為大家都知道 歐洲現在最喜歡假大空 最主要講一些虛無飄渺的政治主義 但實實在在的供應鏈 工業 貿易這些東西 就看似非常之不重視 還要亂來 亂加關稅 亂行保護主義 亂制裁 自己其實的生產鏈 又佛善可塵 所以這個法國佬布雷頓 做得非常之不開心 在裏面經常和馮德內欣爭拗 爭拗捉五年 馮德內欣很討厭他 討厭到他一個程度 就是說 法國總統馬卡龍 再次推舉他做多 接下來五年 即是新的任期 馮德內欣新的任期 這五年 但馮德內欣說 我不要見到他 什麼理由你不要問我 總之我個人理由 我就是不要見到他 可以不需要交代都可以的 不需要理由都可以的 而同樣情況 其實馮德內欣 都是指著鼻 叫很多他不喜歡的人走 總之法國總統馬卡龍 我轉頭也說他跪下的原因 轉頭會跟大家說 為什麼法國總統馬卡龍 一次又一次 對著馮德內欣對著他跪下 尤其是最緊這幾個月 那馮德內欣施壓下 法國總統馬卡龍 知道他不喜歡法國佬布雷頓 就真的跪下聽他說 就換了另一個人 那馮德內欣就說 我恨他恨到一個程度 就是你換哪個人來都可以 我甚至給他一個更高的位 總之我就是不要見到布雷頓 這樣都可以的 總之法國總統馬卡龍真的跪下 於是提名了另一個人 這個就是他們法國那邊 快來離任的外長 他叫做Stephanie 甚至爭取到一個 在產業競爭力裡面 一個更高級 更有影響力的職位 這樣 而推舉這個人 馮德內欣也都沒有食言 在這個產業競爭力 一個更高級的職位 是給他一個 產業戰略副主席的主管位 但是從中我們看得到 馮德內欣用人為親 用人只憑自己起戶 而且用人為親這件事 不只是法國的布雷頓說他 其實很多其他國家 敢怒不敢言那些 都在自己的國家裡面 滲下滲下 有些政客都有這樣說 馮德內欣曾經 就很想 在這些他的委員名單裡面 任用 來自他自己本身的國家 德國基督民主聯盟的自己人 德國的基督民主聯盟 這個黨是馮德內欣以前 在裡面做過的事 馮德內欣這次贏了 這個歐盟委員會的那個班底 就叫做歐洲人民黨黨團 其實跟這個德國的基督民主聯盟 是同一個派別來的 自己人來的 還有另外一樣 明顯 馮德內欣用自己人 就是看到 我們知道 今屆的歐洲議會出了一個新人 這個新人就是新貴 政壇新貴 意大利總理Maloni 意大利總理Maloni 就是進行一些我們叫做極右主義 我現在解釋什麼叫極右主義 簡單說就是 當歐洲經濟一差的時候 人就開始 思想就會分兩極 走到另外兩極的極端 好像法國總統 馬卡龍這些思想 那些人就不喜歡 一會兒再說一下 怎樣他失勢 以及怎樣跪下 意大利那邊 又出了極右總理 他很受歡迎 很多人喜歡他 極右呢 就是不單止是保守主義 還其實是自我極端保護主義 甚至排外主義 可以這樣說 這樣才叫做極右 那Maloni為什麼做到意大利總統 甚至在歐洲議會獲得 史無前例這麼多票 有超過一成的票 那風頭一時無兩 都是因為這些保護主義 但是呢 馮德萊恩 他雖然是政壇新貴 本應呢 是這個歐盟委員 應該給個位 Maloni那派系的人 但是就是不給 怎麼說都說不通的 歐盟呢 27個國家 有些國家 例如匈牙利 就是我們中國的好朋友 那麼匈牙利的總理 歐爾班都說了 經常都炮轟 馮德萊恩 是歐洲史上最差的五年 接下來只會呢 更加差來多五年 誰能夠打破馮德萊恩的紀錄呢 就是他自己了 那說真的 只有一個匈牙利 老實說 那個力量和影響力 真的不是太大 匈牙利自己 都不是一個 那麼強的國家 甚至最近 匈牙利現在 被involved 被強硬拉進去 一個非常之嚴重的 巴爾之爭 不是 應該是說 以色列 惡意 來用一些 為勢所不容的方法 用call機 用對講機 用電子系統 來到去 簽他的敵人 還連累到 一些無辜的平民百姓 這些電子器材 他接下來的那個 山卡拉廠 就是 那個公司登記 就是這個匈牙利的 那就是這件事 都表示到他的國家 其實 一重又一重的滲透 很多事情 他自己都管不來 那麼很多人 都說 法國總統馬卡龍 雖然和中國 在2023年的時候 特地來到我們中國的廣州 古琴蜜之音 等我們的中國茶 然後呢 也都有這個 國宴級的招待 我們中國還拿了 我們中國頂級的葡萄酒 來到在法國面前 班門陸虎 其實呢 就震驚了法國 區區 5-20年的酒國 居然可以 做到這樣的水平 然後第二年 法國總統也都請了 我們的主席 習主席去到法國 甚至去這個 總統馬卡龍的第二故鄉 來品嘗佳釀 不過呢 法國總統馬卡龍 拿出來的佳釀 來招待我們的習主席 說的是六十八萬一支 我們在國宴招待他的酒 是幾百元一支的table wine 甚至送給他 送回法國國禮之用的藤上藤 都是一千六元一支 但是呢 他就要出動到幾十一百萬的酒 來招呼習主席 這個就是實力的表現 可惜好景不常 法國總統馬卡龍 一直以來走的 就是要做中間派的路線 什麼中間派的路線 他既不是左右 不是右 你說他偏左也可以 說他偏右也可以 其實都是各有各的說法 最緊要呢 法國總統馬卡龍 其實我可以 做一個多年任期 多年從政的回顧給大家 其實這個人是一個非常無實 和有智慧的人 我先講兩件事給大家聽 其實早就2017年 2018年的時候呢 法國總統馬卡龍 已經預兆了這個世界 現在肯定的 兩大震驚的事 第一就是中國的基建 將會一時無兩 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 將會 變成一個全球南方 站起來 改變世界的計劃 這件事 法國總統馬卡龍 17年 18年的時候 已經預兆得到 現在中了 對不對 另外一件事 法國總統馬卡龍 也都預兆到 中國如果 和俄羅斯 和巴西 和非洲 和印度 一起搞一些聯盟 就叫做 金磚五國 當然 他那時候 形容是聯盟 在我們中國角度 我們不會糾黨結派 我們不搞聯盟 但都算是一種合作的關係 一種金磚五國 的合作關係的時候呢 這個 將會是 這個世界上最 踏入2024年之後 改變世界的一個聯盟 即是他當日 在2018年之前 他已經這樣來形容 結果也被他講中了 這個人是非常有軟見 也都有政治智慧 他是務實 一直以來 都很想和中國 打好貿易關係 他知道 這個重要性在哪裡 為什麼最近 有很多朋友說 他出賣了中國 因為他在電動車加關稅 我現在就告訴大家 馬卡龍走的中間派 就和現在的民主民粹 這件事完全對立 沒有實 做實事 建立競爭關係 也都建立合作關係 這些東西 就實在太過理性了 對一些情緒 大過天 任意妄為的歐洲人來講 這些不夠清晰 不夠煽動性 要不就要假大空 講到那些道德旗號 就是春出宇宙那麼高的 道德高地去到 是完全捉得尖地 要不就是極端的排外 不單止是保守主義 是過分自我保護主義 是鎖國主義 甚至可以去到 才是種人的感情 當人不去為這個衣食住行 來著心 為一個國家的競爭力 不去務實的話 人呢 就虛無飄渺了 所以法國總統馬卡龍 現在他那些政治旗號 他那些做法 是一個真是一個英明的總統來的 但是 如果放在這個低劣的民主 低劣民主選舉上面 就不成功了 法國總統馬卡龍 最近有一個政治豪渡 就是解散了整個下議院 即他們叫做國民議會 重新選過 誰知道呢 就真的輸了 輸了給左派的陣營 法國總統馬卡龍 因此大失民心 兩邊不是人 完全沒有非時 所以法國總統馬卡龍現在呢 可以說得是一個 有名無實的總統 而除此之外 他最近也都將會面對 被議會彈劾 因為為什麼呢 你既然輸了那個選舉的時候 即是所謂的歐洲政治呢 就是法國總統馬卡龍 總理就要選過反對黨的 另一個黨派的人 應該選新那個 贏了那個左翼的總理 因為他是多數黨的 但是法國總統馬卡龍 怎麼都不選 一拖再拖拖拖拖拖拖拖 拖到沒得再拖 最後呢 就選了另一個保守派的政黨 來做總理 這件事那些人不喜歡的 覺得這樣不民主 就要彈劾他了 當然 法國這個國家 本來呢 他幾百人五百人的議會呢 天天都是加吵屋幣 天天都是呢 得個吵字 無事可立的 但是法國總統馬卡龍呢 其實他知道怎樣才能令他的國家強 第一 法國這個國家 一直都是一個經常追求 戰略自主的國家 但是而事實上去到2024年的今天 法國真的應該戰略自主 不應該再依靠美國 給美國影響 法國應該建立自己的貿易關係 重拾自己的軍工 自己的產業鏈 在2022年的時候 大家知道這個世界五大車展 其中一個就是巴黎 巴黎一有車展的時候 法國總統馬卡龍都特意去看 在2022年的時候 特意一去到會場第一件事 就走去哪個section呢 就走去中國那個section 看中國的電動車 當時呢 比亞迪啊 那些都出了很多新的電動車 那些車款是很漂亮的 而且價廉物美 法國總統特意去看 特意去試 在那裡呢 看了很久 看到定了神 不停地跟他身邊的人在那裡談 說中國的電動車呢 是改革的 是改變世界的 法國一定要 在這方面呢 跟中國好好合作 其實他絕對呢 是不會想跟中國來到斷勾的 在電動車方面 但是誰想呢 馮德來欣想的嘛 馮德來欣根本來不是做事的 他搞事的 但是他就用自己強大的靠山 和政治影響力 和他票多 為什麼呢 因為他鐵票多 轉頭馮德來欣的心理分析 就會說馮德來欣拿著什麼牌 就是我剛才也說了一張牌 馮德來欣要支持女權嘛 女權興起嘛 那女權牌本身 已經是一個極度非理性的鐵票牌 馬卡龍呢 就失勢 所以沒有辦法之下 要跟馮德來欣協商 保存著自己的影響力 歐洲那邊 開始經濟不好 人呢 就開始蛇歸 開始排外 那你說 不讓中國的電動車入我們歐洲市場 這些東西呢 因為呢 這樣會破壞這個公平貿易 總之將中國描繪為這個壞人 那我們呢 正義的 那現在呢 就不跟他做生意 那些低智的人民 民粹行先的人民呢 就很受諾 那所以呢 法國中東馬卡龍 為了不要得罪人民呢 都要跪低 但其實中國電動車在歐洲市場呢 法國和意大利呢 都賣得非常之好 德國這個國家都極度想和中國呢 因為德國都是一個車的大國 和中國其實有很多間電動車廠呢 很多啊 合作 德國的名牌車呢 都和中國一起搞合作 搞電動車 所以德國呢 絕對呢 是反對 因為他太多巨企呢 是和中國有這個電動車的合作了 他是反對 以這個保護自己的車企業為名呢 來到對中國電動車加強的關稅 德國不要跪低 法國要跪 連意大利都要跪 連意大利用那麼多中國電動車呢 其實對意大利來說很簡單 雖然意大利都有出車 但意大利呢 用的便宜車 就要是用Honda 要是Toyota 韓國車他們都有用的 對他們來說 用中國車 沒有什麼出奇的 這件事 所以他們都用不少 但意大利的總理Meloni 都要跪低 因為有時候這些就是玩政治 那些民粹 你不能譯他們的意 他們認定了 誰是壞人 誰是奸角的時候 就大了 因為你要他們的票 基本上 他們的決定 就會令到這個國家出事 沒有所謂 對政客來說 喂 我如果那個票都沒有 我這個位置坐不穩 被人踢下台的時候 我就更加什麼都做不到 所以保住自己的票源 這個才是政客 劣質民主的首要 而對中國的電動車加關稅 這個此舉 這個行為 很明顯 就絕對是屍成他師兄 拜登的 但是 美國 豪得起 玩得起 因為美國根本就不會入中國的電動車 也都不需要中國的電動車 加拿大又學拜老頭 走去 就向中國電動車重關稅 結果中國一報復的時候 就由加拿大杜魯多 全部馬上牙痛的聲音 因為中國的反制 真是癒得他入獄 反制他們的這個國家 一個很自豪的產品 這個油菜籽 和他們的化工 德國的馮德萊恩 即他是歐盟委員會的頭 他又一起來加關稅 完全都是把拜老頭那一套來照得的 馮德萊恩在之前的五年 成功照顧著美國的利益 協助美國完全收割 歐洲搞一些所謂去中國風險化 其實就是破壞中歐貿易協議 中歐貿易協議 就是一個很久的貿易協議 但是去到 在2021年的時候就出事 大家應該完全知道我講些什麼 2021年中歐貿易協定裏面 再加一個全面投資的協定 但是馮德萊恩在任的話 就一定不會讓歐洲如意償 要協助美國的戰線 要和中國去脫歐 導致他就搞了一張牌 這張牌大家到今天不會忘記 就是新疆棉花 搞什麼良好棉花計劃 以瑞士為首 來到山安白做 說新疆棉花不是白色的 是紅色的 逼人種出來的 結果這張牌到了2024年的今天 不需要2024的今天 其實在去年二三年 都已經很多國家和很多牌子 側側薄不多國 就已經用回中國的棉花 而且他們的牌子也都在中國 繼續在網商買衣服 繼續在專門店裡繼續有開售 大家都假裝沒有這件事 因為中國事實上真是 說了給世人聽 新疆那邊沒有逼人種棉花 難道逼機器種嗎 你當他們中國什麼事 中國我們是用最高智能的科技 農業機器來種棉花的 你知道西方的人 一日到刻就想念你們殖民年代 怎樣將一船一船的非洲人 逼他們去你們國家種棉花 所以現在用你們認知的 醜惡的畫面來屈中國 其實我們中國什麼都沒有做過 不過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這樣破壞了 中歐的全面投資的貿易協定 即時就在2021年的3月 就取消了 馮德來欣 禁制執行任務 任務完成 拜老頭笑得很開心 歐洲雖然有一個 好像一個大國的歐洲委員會 歐盟理事會 歐洲議會 這樣的認識來經營 但其實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非常之疏離 而且充滿爭拗 歐議會是一個吵架的場地 不是一個做事的場地 所以你強行將國家綁在一起 都不知道為什麼 在互相制衡 根本就在這裏 不知道誰想出來 整個歐盟這些東西 來等國與國之間互相制衡 老實說如果我是敵人的話 我也替他們可笑 將一群不和的人綁在一起 其實如果歐洲的國家 自己和自己發展的話 可能自己搞外交 可能他們的國家 在這個競逐底下 出來的力量可能更加強 現在就在互相牽制 沒有了產業鏈 沒有了供應鏈 政治和經濟 混為一談 結果兩邊都無事可立 已經失去跟美國競爭的條件 現在歐盟開始有很多政客 在這個環境下開始自我反省 尤其是被美國收割了兩年 開始自我反省 亦都開始有些智庫組織寫了很多不同的報告 建議 最近就有一個叫歐盟競爭力報告 出了來 就是有個智庫組織 厲害人來的 如果沒有記錯 他是一個意大利人 就寫了這個歐盟競爭力報告 去自我反省 舉出現在歐洲遇到的問題 怎樣去改善 但是到底會不會落實變成一個計劃呢 這件事真是可圈可點了 因為歐洲人是不做實事的 他覺得每年應該用八千億的歐元 就是大概七萬億的港元 投資在歐洲自己的生產力裏面 投資在自己的供應鏈上面 和研發上面 你都要應付現在中國帶來的生產威嚇 和美國帶來的威嚇 這個報告裏面也都指出 當部資金就要減少軍事的開支 流去了美國的軍工 開支沒有問題 但是要加強歐洲自己的軍工和採購 還有 不可以和中國脫歐 但是要和它既合作既競爭 中國現在在綠色能源和綠色產業上面 是最價廉最物美 性價比最高 但是這樣就會威脅了歐洲自己 在這方面的生產 那他就說了歐洲應該就是在 潔淨能源的議題上面 在綠色減排上面 要世界首位指至對 誰知道就被中國做得到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作這家的國家就是歐洲 在歐洲第一個想到 什麼這個世界 就開始有什麼溫室效應 就要減排 然後將這件事可以變成政治旗號 甚至可以變成一種 currency 大家聽過一件事叫什麼炭中和炭達峰 又說歐洲的一個願望就是 要希望全世界都一起跟著它來走 2035年就要炭中和 2050年實現到炭達峰 怎料歐洲自己 estimate 你比2060我都做不到 但是中國呢 預計可以在2050之前就已經完全做得到 糟了 給中國用我們發明出來的東西 用我們作出來的東西 它居然可以實現得到 還做得給我們出色 那怎麼可以啊 所以就令到歐洲人非常之害怕了 你知道以前 之前 美國就有美元霸權 石油美元 還有很多領域 美國都有霸權 歐洲很不容易才想到一件事 叫做炭排放 currency 炭排放配額 講環保講假大空這些 我們這班人最厲害的 我們這班綠黨出身的 全部 蔡英文那邊的綠營 都是只不過我們 多年前的分支 流了下去的 結果 回到現實 2024年中國 已經跟世界講了 世界的希望呢 就是2050 世界能夠進入一個炭達峰 在這個減排上面呢 一定要做得到 全面國家 就要數碼化 潔淨能源化 中國 極有可能 50年之前就做得到 歐洲 實話都沒有去撇 現在 還是在想的 大家再看看之前 巴黎奧運會 用的所有高科技技術 哪一樣東西都沒有 我們中國的身影 在上面 這個歐洲 競爭力的報告 還講到 歐洲全面數位化 全面科技化 這件事呢 一定要做得非常之出色 一定要自己掌握才行的 不可以 被中國超越的 麻煩 看看你們的巴黎奧運會 開幕先 完全體現得到 你們這些歐洲人呢 搞了一些不倫不類 旁門左道的政治旗號 你又厲害 真是高科技的體現 當中需要的任何科技成分 一些銀幕啊 巨大的螢幕啊 那些這樣的無人機表演 全部都是我們來的 你們歐洲 只是旁邊 放煙花呢 是增加碳排放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新潮民 在過去很多個月 很少說歐洲 因為其實歐洲那邊 真的沒什麼好說 一大堆政客的歐洲名 說得多 腦子都亂了 然後你鬥我 我鬥你 但是呢 他們的鬥來鬥去呢 好像圍內一班 一班動物 一班昆蟲 在那裡互相咬 但是對這個世界 沒有什麼其他影響力的 對中國有沒有影響力 對美國有沒有影響力 他們很想做這個世界的第三勢力 自己有一方的實力 但是做不到 千萬不要太高估德國人 或者法國人 或者整個歐洲 大部分人 那些這樣的心性 其實美國 都是很多歐洲移民過去的 只不過在大國影響力上面 歐洲輸了給美國 若然今天 在二戰之後得利的是歐洲 歐洲發展到今時今日 在全世界有大量 幾百個軍事基地 幾百個情報中心 這個行為 隨時會是歐洲人 不會是美國人 因為其實他們大家都很想做同一件事 只不過 被美國做了先 在如此 敗亡的情況下 所謂的國家紛亂 施糧仗 很多人就 懷念 麥克爾 就是希望如果麥大媽 起到就好了 麥克爾起到就好了 麥克爾起到那幾年 歐洲 跟很多不同的大國 來打交道 都沒有失勢 歐洲呢 也都從來沒有試過 那麽方寸大亂 如今 搞了政治假大空 中國的反制下 一反制西班牙的火腿 西班牙立刻牙痛的聲 德國靠工業跟中國電動車的合作 那些車企 跟著還有一些化工 中國一開始 在這個貿易限制上面 德國又牙痛的聲 所以知道當日索爾茨仿鐘的時候 是帶了整條包機 全部都是工商團隊 一齊來仿鐘的嘛 那所以 因為要配合馮德萊恩 那些反中國電動車的政策 中國的反制 卻是真的吞到他們入獄 如果麥大媽在這裏 麥克爾在這裏的時候 歐洲幾時有這麼亂過 連意大利都要跪下 涉伏於這個馮德萊恩的人威底下 當日麥克爾和歐洲各國 和美國、中國各個強國打交道的時候 都未曾失勢於人前 但是其實呢 有一件事 卻真的要說得清清楚楚 即使是麥克爾在任的時候 當然表面上看起來 歐洲依然是穩健 但是講個新聞給大家聽 大家就會開始明白 其實到底現在歐洲的亂 其實是因為 前期美國做了很多功夫 而這些功夫補處了很多年 之前的風平浪靜只不過是假象 在2021年的時候 德國就有一宗新聞爆出來 就是指到 在2012年至2014年 當然啦 不止2012年至2014年 其實有更多的年份 丹麥都是配合美國的情報工作 美國藉著丹麥來進行發射信號接收的跳板 來監聽所有德國的政客 當中包括麥克爾 總之德國的總理總統 以及議會的成員 全部都列入偷聽偷看的範圍裡面 真是不知道的話呢 在德國默克爾的那間大屋裡面 都不知道裝了多少攝影機 美國最擅長 就是偷聽和偷看 當然啦 今時今日我們知道 不止偷聽偷看 還喜歡建一些電子設備裡面 加料爆人都可以的 只需要他喜歡 他想什麼時候做就什麼時候做 所以2021年 有一宗這樣的新聞爆出來的時候 正好就跟誰的說法一模一樣 就是把美國的壞事爆料的斯洛兵 跟斯洛兵講的三角鏡 那個計劃不謀而合 就是指到 美國早就已經監視著 歐洲各個主要國家的所有政客 元首的每個動向和對話 原來他說的一模一樣 而丹麥為什麼會爆這些新聞出來呢 就是這些歐洲國家 有件有趣的 就是它裡面很多人 就不同的聲音 有時候都會有到好的 不同的聲音就是 有時候會自揭倉巴 自己人呢 你倒自己人米都有的 德國就是一直以來 就被美國的控制下 借它來做一個跳板發射 來去監聽歐洲那邊 那些美國很想 將它操弄於鼓掌之中的國家 默克爾被媒體問到 有這樣的消息出來的時候 你有什麼表示 默克爾當時對著媒體呢 既沒有驚訝 也沒有憤怒 它是沒有什麼反應 也是無言而對 其實很明顯 默克爾早就知道這件事情 基本上歐洲 從來都被美國滲透得非常之厲害 只不過是被人偷聽的時候 你是知道還是不知道 默克爾應該就是知道那個 但是沒有什麼可以做得到 盡量希望用自己僅有的能力 令到去歐洲那邊安定一些 但是歐洲現在面對一個 沒有產鏈地理位置 又不是很特別 國與國之間互相 二十七個國家 你不妥 我不妥你 諸事不順 政治和經濟都不行的時候 連自己自豪的產業都一一開始失去 德國只會面對更加慘痛的五年 而德國的人民呢 是更加去到這個 未來世界的十年 它是會更加任性 更加假大空 這就是一個國家過度發展之後 又或者劣質民主 縱容到一些人有的心性 其實我們亞洲這邊 是應該引以為鑑 幫你文靈去到一個程度 當有些人 你真的給他太多舒適他 方便他 亦都給他太多學問 和任性自由他 他喜歡做一些 和國家發展經濟 基建有關的東西有得 他喜歡和一些藝術 不切實際的東西有得 然後呢 福利政策底下 各個人都可以 有一個基本的收入 當一個國家發展度 當一些任何國家 任何地區發展度 就是無論我賺很多錢 我也是過這些生活 我賺少少錢 我也是過這些生活的時候 市民 那些人 就開始越來越 不切實際 當然啦 這些地方可能會很和平 治安很好 人與人之間競爭很少 很多包容 有一個和平的景象 但是 面對其他國家 惡意的滲透 惡意的侵略 你是完全 招架不住的 這些國家是 而對很多歐洲的政客來說 最重要 就是理想 想說到高一高 開多些空投資票 立多些票 因為那些政客 所有人都得過幾招 要不就是民粹煽動票 要不就是跟紅頂白 就是風吹邊邊 站邊邊 另一些就是出賣歐洲 這些就是他們能夠 保持著自己 繼續從政 政治能量 來到去效力的方向 總之 馮德萊恩 接下來面臨的後果 關鍵就是看兩個月之後 應該如果時間的話 我們再清晰點數一數 一個多月後 就面對著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世界變局 因為如果特朗普上任的話 特朗普一句話 美國抽身不理俄烏之爭 歐洲就要承擔支持烏克蘭的重責 歐洲27個國家 很多國家都不想再支持 不想起 尤其是現在 就是敗仗都非常明顯的時候 你才接這個爛灘子 你一接手的時候 你又輸到一百圖地 輸到一百圖地 代表了很多東西 歐洲北約輸給俄羅斯的話 就代表整個歐洲都輸給俄羅斯 美國現在都只不過是苦苦支撐 但是他在打代理人家 美國不會入獄的 最多是錢 更何況在這件事 美國賺了很多錢 美國的軍工企業 他的每年的GDP 是加了十幾至二十% 就是受惠於俄烏之爭 大量的軍備的採購 所以歐洲戰力報告 那些智庫組織的人士才說 德國也好 法國也好 都應該開始軍事自主 但是國防也開始 不要再留在美國的軍工那裡 自己搞自己採購 當歐洲27個國家 大部分成員都不想 繼續在俄烏之爭 這件事上 來拉鋸 而且 在俄烏之爭 接下來11月 再次進入另一個寒冬 一踏入11月 整個烏克蘭全部都是零下的 一踏入11月 歐洲很多國家都開始 又要捱第三次 這個冬天真太冷 因為已經連續三年了 就是要承受龐大的能源開支 比平時貴很多 沒有了俄羅斯能源 當然 歐洲很多國家會 明修棧道 暗渡陳倉 來進入俄羅斯能源 但這些 起明面的事情 我們只是說明面的事情 這個時候 這麼多的國家 不想輸給俄羅斯 不想輸得噁心 不想支持烏克蘭的時候 就會推失勢的馮德諾欣 來上這個祭壇 相信27個國家 很多人就會立刻 綁起馮德諾欣 衝入歐盟議會 綁起他之後 背部再插千古罪人的牌 然後把他放在祭壇上獻祭 這樣才能止息到 這個俄烏之爭 最後在結局上畫一個句號 大家也聽到了這件事 就是俄烏之爭背後 是一條很大很大的關係利益網絡 來的 先是有美國複雜的軍工企業 從中得益 跟著有四五倍的液化天然氣 歐洲又要捱貴油 背後牽涉到的關係網絡和利益 是非常之龐大 特朗普 如果跟這班人來作對的話 所以他正在面對著 隨時來第三次的行色 剛剛在自己的地頭 海湖、莊園的高級 哥爾夫球會所 都可以讓人做事 特朗普經歷第一次的行色之後 面容到現在 都開始愁眉苦臉 沒有了昔日的光彩和氣炎 為什麼? 得罪的集團實在太多 是,他都有支持美國軍工 他都有想搞 如果他上任後 跟馬斯克搞虛擬貨幣 但雖知道虛擬貨幣也好 軍工也好 這些大山頭 怎麼會是內外同心協力 得一犯人 得一方的 你當然不會 這些游泳位 當然很多不同的山頭 大家都在競爭 只是行色特朗普的第一個 那個炮手 他都是隸屬 其中一間虛擬貨幣公司 所以可想而知 特朗普面對的壓力 是多麼大 馮德萊恩 就是效力於 某一方 集團利益的分子 若然 今次如果是 賀錦麗做美國總統 那美國就會出現 第一個女性來做總統 跟著 馮德萊恩 又是女權主義分子 那兩邊呢 就互相揮影 那就是馮德萊恩 出賣歐洲的利益就會更加大力 亦都更加煽到 那些猛盛盛的歐洲人 就覺得很開心 哎呀 現在這個世界兩大最強 就是起他們眼中 兩大最強的勢力 美歐 都是女恩當道 我們女恩站起來了 那其實呢 被人家吃了你一居 被人家 摸你光珠 你都不知道 馮德萊恩 他自己是貴族出身來的 本身他就是一個有錢女 但是為什麼會戀斬權位 會追民族來到這樣的程度呢 很明顯這個人呢 內心是扭曲 他由出道以來 跨過的界別 也都變成了他的政治能量 醫護界 衛生界 女權主義 家庭主義 是吧 世蚊的權益 青年的教育等等 這些全部呢 都是他的政治能量 那這些 有個共通點呢 就是 他很難去攻擊他 因為呢 這些好像很神聖的牌 你一跟他對立 就彷彿呢 你跟婦女對立 你跟世蚊對立 你跟家庭對立 你跟這個世界 醫護啊 衛生這些 關係到人命的 對立 這些道德牌呢 就很神聖的 很難以攻進去 尤其是對那些 思想單純的人呢 就更加情感先 彷彿這些人呢 全部貼了金的樣子 馮德萊恩 就是靠著這些牌 你都會變成他的政治能量 你都會富耀職想 但是當然背後 一定有強大的美國 教他怎樣操弄人心 煽動民粹 才可以補到自己的票源 但是為什麼一個女人 女人的天性呢 我告訴大家 女性的天性呢 其實女性整體來說 大部分都是善良的 為什麼呢 女性的天性就是 關愛和孕育 所以女性呢 是特別會照顧身邊的人 特別和理心氾濫 特別喜歡可愛的東西 特別照顧 這是女性的天性 很少女性 是會追命俗利 爭權奪利 而是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 野心這件事 不是女性荷爾蒙的天性 是男人的東西 而很多 為什麼這個世界會有女強人呢 因為大部分的女強人呢 尤其是商界 或者在公司裏面 做打工皇帝那些 做老闆左右手那些 其實他們的一個共通點就是 他們很喜歡把一些東西 安排到整整整有條 希望照顧到很多人 照顧到身邊的人 員工也好 家人也好 自己的子女也好 給到好的舒適 環境 生活質素給他們 他關心公司 關心員工 甚至關心老闆 所以呢 會希望把所有的東西 安排到整整整有條 照顧公司 照顧老闆的利益 如果有些女性出來 是要很薄殺的賺錢呢 有時候可能是因為她的 丈夫不能夠給她 這方面的安全感 又或者自小 缺乏父愛 所以呢 如果有些不是做打工皇帝 不是做老闆對落的左右手 有些女性如果做 要自己獨當一面 要在這個世界裡揮水 她們都會是著重於生活先 物質先 很少想權力這件事 但如果一個女性 要不斷追求權力這件事 反而利益是其次 甚至願意出賣自己的民族的話 這個人極有可能 小時候 是嚴重缺乏父愛 和家人關係非常之差 被人踢來踢去 又或者受人冷落 所以呢 就覺得我要自己 沉迷一個我自己的根 沉迷一個我自己的世界 脫離我小時候 不喜歡經歷 即使是貴族 可能都很多心理煎熬 貴族 其實他們的家庭關係 尤其是以前 幾十年前那些 未必好的 可能還熔爛不堪 可能還有很多明爭暗鬥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呢 從行為跡象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一個女性 如果選擇為了權力 而出賣自己民族的人 她一定裡面 是有嚴重的扭曲 所引致的 那當然這些一切 都不關我們華人事 是他們歐洲那邊的問題 如果這個世界出現著 一個強的歐洲的話 那中國會多一個貿易partner 因為歐洲會戰略自主 會脫離美國的控制 但是這件事 都是一個很渺茫的夢 一個弱的歐洲 會被美國收割 我們中國會少了一個 貿易的partner 但是對我們的國力 和安危 又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就算有影響 都不是很直接的 到了11月 俄會之爭寫了句號的時候 普京先生將會面對大獲全勝 現在呢 其實呢 講簡單一點 就是到底誰去揹這隻獲 要製造到的情況就是 普京究竟純粹贏了 烏克蘭 贏了整個歐洲 贏了整個北約 還是贏了美國呢 我們就期待著11月 誰被人拿出來做炮灰 被人拿來祭旗 在節目結束之前 就由我格仔來親自介紹一下 新潮民 來自11月20日至10月22日 為期13日的東北之旅行程 究竟我們所玩到的行程 究竟是些什麼 由於今次的東北之旅 是由我格仔親自設計 所以今次的東北之旅所涵蓋到的範圍 並不是一般外面的旅行社所找到的 在這裡就容許我花一點時間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當中豐富的行程 首先這個旅程由於是我親自設計的關係 因此今次的東北之旅 是比較著重於人民以及文化和風景為主 首先第一天我們就會由香港直航去到大連 第二天就要準備正式開展我們的旅程 先會去到位於中國和朝鮮邊境的城市丹東 來看看在當年康美援朝期間被炸毀的鴨陸江大橋 在那裡我就會事先預備定一張特意曬出來的照片 這張是一張黑白照 上面就記錄著當年美軍軍機的炸彈 去到炸毀鴨陸江大橋的那一幕 我就會把這張曬出來的照片 就是在鴨陸江大橋手持著然後拍下來 參觀完鴨陸江大橋之後 我們就會去到參觀一艘軍艦 這一艘就是由解放軍已經退役下來的丹東艦 我們可以登上這艘船作出參觀 而當中我也會親自介紹到艦上的設備 以及相關性能 之後我們就會去到丹東市的安東老街 就是來體驗當地的民族小市街 到這裡大家要留意 我們全程所入住的都是五星級標準的酒店 之後第三天我們就會去到另一個重頭戲 就是丹東裏面的擴美援朝紀念館 在這裡全面反映了當時我們中國人民志願軍 擴美援朝期間的那段艱辛的歷史 以及如何利用相應的戰術 來戰勝在擁有絕對優勢 武器裝備情形下的美軍 在這裡我們可以完全回顧當年的歷史 之後我們就要準備一段比較長的車程 因為我們將會進入到很出名的長白山 開始進入長白山景區 在經歷完這段比較長的車程之後 我們就特意安排到 在當晚就入住到長白山景區當地的溫泉酒店 來感受一下長白山附近非常出名的溫泉 究竟是怎樣的樣子 上面鬆一鬆人 來緩解一下這一程比較長的車程 然後去到第四天 我們就會登上中國東北的第一高峰 也就是長白山上面的山峰 來到遠跳到很出名的長白山天池 在這裡我特意選擇了從長白山的北面 也就是北坡那裡上 原因就是上北坡是最容易的 基本上來說就有園區裡的環保車直達 就可以上到坡頂那裡 盡覽長白山天池的風景 然後在看完天池 也可以上面遊覽一下長白山景區裡面的長白瀑布 小天池 陸淡潭景區以及聚龍溫泉群 之後我們就下山 到了第五天我們就會出發到延邊 朝鮮族自治州裡面的延吉市 在途中我們就會經過一個叫做大關東文化園的地方 由於長白山除了在歷史上來說 遍佈著朝鮮族以外 也有另一個我們相當熟悉的民族在那裡居住 這個民族就是滿族 而這個大關東文化園 在1200年前曾經是渤海國周府所在地 也是滿族祖先的法園之地 在這裡參觀到滿族的大院 了解一下滿族的民族文化 還可以在那裡親手參與到挖人心 然後我們就會來到延吉市歷史文化博物館 作為中國的少數朝鮮族究竟是怎樣的呢 要了解我們中國的延邊朝鮮族自治州 就一定要來到延吉市歷史文化博物館 從中大家就會了解到生活在中國的朝鮮族究竟是怎樣的 也都了解到一段其實朝鮮族在抗日時期 都對我們國家有莫大貢獻的一段歷史 及後我們也會去到中國朝鮮民族園 去那裡聽一聽關於朝鮮族文化的故事 也都可以上面有興趣的朋友 來穿一穿傳統的朝鮮服裝 來打卡拍照都可以 去完比較古老的村落當然就要出去一些現代的地方 我們也會參觀到位於邊境的延邊大學 當中有一個全國現在都非常文明的網紅場 其實這裏是延邊大學的校園範圍 從樣子看上來真的猜不到 到時一定可以拍一張美照 之後去到第六天的時間 延邊東方水上市場去看 在這個水上市場裡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傳統的朝鮮美食 也可以看到在不出國的情形下 就仿如去了朝鮮一樣 感受到不同的異域文化 在延邊東方水上市場這裏 所帶來的這種文化衝擊 都令我留下很深刻的體會 再之後我們就會去到很特別的 位於中國 俄羅斯 以及朝鮮之間的一個邊界地方 這個邊界地方我曾經在節目裡也說過 現在來說東北缺少了一個出到日本海的出海口 這個我們眼見都看到只有一步之遙 但偏偏又出不到它的地方 就是這次我們將會去到的桃門江口岸 當中我們就可以看到俄羅斯與朝鮮之間 就有一條鐵路大橋 剛剛就閘住了我們桃門江的出海口 因此比較大一點的船隻 都不能夠通過桃門江口出到日本海 在這裏我們記得在出發之前 一定要帶著一個望遠鏡 因為整個旅程包括這個景點 也很有可能可以看到對面朝鮮的一舉一動 來解開一下這個神秘的角度 看一看對面朝鮮那邊究竟那些人在做什麼 他們有什麼報防 帶著望遠鏡去看的話 相信會看得更加清楚 經過這一天 位於中俄朝邊境的旅程之後 我們在第七天的時間 就會回到吉林省首府長春 來遊覽魏滿洲國的皇宮博物館 熟悉歷史的朋友都知道 末代皇帝溥兒在被趕出紫禁城之後 踏上了當時的日本 然後在日本皇軍的墨距下 就成為了當時日本侵略東北的一個魏滿洲國的皇帝 而在這裏我們就可以看到當時魏滿洲國皇帝溥兒 辦公和生活的地方 也可以見證著當年日本武力佔領東北的罪惡 以及看到當時溥兒這個魏滿快女政權 如何賣國求榮和扭曲的宮廷生活 在參觀完這個魏滿洲皇宮博物館之後 我們就去到其中一個獨家的景點 這個獨家的景點是經由新朝民特意安排 不是人人都能入到的一氣紅旗文化展館 顧名思義這裏就是展出了 我們經常在類似閱兵式或者國家領導人要出行的時候 都會坐上的紅旗排汽車 就會在文化展館裏看得一清二楚 揭開神秘的一面 這個景點平時一般人是進不到的 是經過我們的特意安排 才能夠為大家去到這個景點 再之後我們就會去到長春 在近年有一塊非常火紅的打卡點 一般的旅遊團就肯定不會來這裏 說的就是一個叫做 者右山The Hill的一個造型很特別的商場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造型就好像仿照 一個古代的中國式建築 依山而見的很多舊風格古代的中國店舖 就依山而見 造型相當特別 拍照出來也特別漂亮 然後我們就會去到長春的地標 也就是有長春眼知青的摩天輪 來感受一下現代長春的一面 然後來到第八日行程另一個高潮也來到 因為我們將會出發到遼寧的瀋陽 在瀋陽市我們會逗留三天 因為實在太多東西玩了 所以另一個高潮將會掀起一抵達瀋陽的時間 我們就會來參觀到全中國第二大的古建築 這個就是瀋陽故宮 瀋陽故宮當時是住了清太祖魯爾哈赤 以及清太宗皇太極的一個宮殿 就在滿清還未正式入關之前 兩位清朝的皇帝就是住在瀋陽故宮 當然瀋陽故宮為何是排第二大的全國古建築 因為第一大的全國古建築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猜到 其實就是北京故宮 所以瀋陽故宮是排第二的 他也是中國關外唯一的一座皇家建築群 然後在參觀完畢以後 我們就會去到張學良的少帥府 張學良作為當年有東北王之稱的張作霖 也就是這位奉系軍佛領袖的兒子 後世人對他的生平有煲有貶 在這裡我們親自看看當年張學良在東北生活的痕跡 究竟是怎樣 然後到了第九天 來到東北當然不能錯過 看這個很出名的東北府 這個行程也是我格仔 特意安排給大家 現在來到一個有別於動物園的 命名為怪波東北府園的園區 讓大家近距離接觸半野山的東北府 這裡的東北府有別於一般動物園的東北府 由於是半野山的關係 所以是特別精神特別威猛 夠膽的朋友還可以親手試一下 一嘗親手為東北府的滋味 然後我們就會去到另一個重要的博物館 這個有大量珍貴文物的博物館 就是遼寧省的博物館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珍貴的文物 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其後我們就會去到一條非常有特色的街道 這個就是滿清的一條街 它的外貌同樣非常有特色 而且這條古街都是以飲食為主 讓大家感受一下東北獨特的飲食文化 當地文化究竟是怎樣的樣子 再之後我們就會去到我們這個行政的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瀋陽飛機航空工業的博物館 瀋飛航空作為全中國軍事界頭兩強的飛機製造中心 全國來說不是成都飛機製造中心 而這次我們也有幸來到瀋飛航空博物館 去瞭解我們中國的航空軍事工業 從零到今天究竟是怎樣演化過來的呢 而在這段行程中也有我格仔親自去到瀋陽飛機航空工業博物館為大家親自介紹 因為我熟悉軍事方面尤其是解放軍的裝備 相信都會為大家帶來最直面的第一手資料 當我們看著戰鬥機的那一刻 我就可以親自和大家說當中的性能當中的武器裝備 也可以順便傳授更多的軍事知識給大家 然後我們也會去到晚上的時候 然後就特意安排了大家去到參觀瀋陽市其中一個已經是一個歷史非常悠久的市場 它就是叫做北市場 在近年也都因為興起復古的關係 所以北市場也都經過一定程度的革新 結合古今的文化 令到它帶出別有一番風味 好了 旅程來到這裡的時間 我們要留意在瀋陽我們會住在同一間酒店 是住三天的 那就不用大家搬來搬去 玩得那麼頻朴那麼辛苦 還要全程都是五星級的酒店 好了 去到第十天的時間 我們就一於玩盡它 參觀的景點也是同日裡最多 作為工業種地的東北 其中有一種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當然就是鐵路 我們就會來到瀋陽鐵路陳列館 來看看當年全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地區 火車頭的生產 不同型號的中國製造火車頭 究竟它的數量有多繁多 一次過就會在火車陳列館裡 全部被我們看到 之後我們也會去到參觀 《中國人永遠的痛》 也就是這個918事變裡的歷史博物館 然後我們也會去到一個 位於當地比較有特色的教堂 由於東北地區 早在100年前已經是大量的列強 以及境外勢力都侯著的地方 所以其實中國東北有很多不同 遺留下來的列強痕跡 我們都可以在這裡見到 有西方式的建築 有俄羅斯式的建築 也有日本風格的建築 當然東北鄰近朝鮮 再加上有我們自己屬於中國東北的特別文化 因此我們全旅程所看到的建築物 是形形色色各種風格不同的都有 這個教堂就是其中之一個 當然去完這些比較西式的建築之後 我們當然要看屬於我們中國的建築 之後我們就會去到北寧公園 北寧公園是什麼地方 這個就是清太宗皇太極以及皇后的一個寧墓 也是清初關愛三寧規模最大 氣勢最宏偉的一個 現時是全國重點文明的保護單位 再之後我們就會去到第十一天的行程 就會來到其中的一個國家級5A景點 本溪水洞是目前所發現的世界上第一場地下沖水溶動 也被譽為北國一寶天下奇觀亞洲一流世界罕見 以上絕對沒有誇張地說 因為它的中雨石奇峰多達上萬個 絕對是只此一家 在這個世界都很難再找到有第二個 由於大連複雜的歷史背後 在這裡同樣地就有我之前所說到 很多不同風格的建築 我們第一時間去到大連的時候 就會先看這個俄羅斯的風情街 再看看有沒有時間 就去到旁邊的日本風情街看看 之後去到第十二天 就來到旅程的另一個超級高潮位 大連這個地方之所以在歷史上 成為冰家必爭之地 就是因為大連的旅順港口 這個軍港 它擁有得天獨口的獨特戰略位置 所以在這個旅程我特意安排到大家 去到參觀大連的旅順港軍口 首先我們就會去到旅順的潛艇博物館 來到親身登上一艘退役的解放軍潛艇 這個機會我相信 不是到處都能夠擁有 可以登上解放軍退役潛艇的機會 然後我就會帶領大家去到旅順港軍口附近的一些地方 去到親身看看在現場所停泊到的解放軍現役軍艦 當然我們就要看看好不好幸運 幸運的話 分分鐘還會見到解放軍最新最大型的驅逐艦 也即是055大驅 不過不幸運的話 我們都可以起碼看到現役的解放軍主力藍隻 例如是052D的中華神盾驅逐艦 以及054A的大型護衛艦 相信在那裡都應該能夠捕捉到現場的身影 連同多艘不同類型的解放軍藍隻 希望到時我們就愈見愈多 我在現場也會為大家親身解說這些軍藍的性能 以及它的用途 連之後我們就會去到大連的自然博物館 當中這裡的行程重點就是 有四條同等大小的鯨魚模型 讓大家在零距離感受一下 究竟鯨魚作為全世界最大的生物 如果放在我們面前 究竟會有多震撼 當中包括末香鯨 蘇鯨 以及一些怪魚模型 也會在零距離在大家面前出現 那種視覺的震撼 是很難在這裡形容的 之後我們就會安排到大連的海昌東方水城 這個充滿著俄式風格的一個建築群 就能夠去到這個充滿俄式風格的地方 參觀或者拍下它的夜景就對了 當然也有人說 貫穿這個城的一條河 相當有威尼斯的風格 見仁見智 總之那裡的景色 晚上看就對了 之後大家臨走之前 去到大連商業街那裡 大肆購買手信 並且吃一餐好的大連海鮮自助餐 再睡一晚好的 接著就去到第十三天 在這一天經過一輪早餐之後 我們正式就會從大連直飛飛往回香港 來到結束我們今次東北十三天之旅的行程 在這裡再次提醒大家 整個行程也有我格仔陪同大家隨團出發 做大家最熟悉的一個團友 來陪大家來玩盡這十三天 如果大家對以上的行程有興趣 就不要想了 快點WhatsApp過去 加852-6828-7447 再說一次 是WhatsApp加852-6828-7447 聯絡這個WhatsApp去到查詢行程 報名 希望到時就見到大家 和我格仔玩盡這十三天的東北之旅行程 最近很多人就問為何我們新潮民 搞了一個大阪民宿考察體驗團 要解答這個疑問 就要從疫情開放的時候 直到剛剛說起 自從在病情開放的時間 我們就做了很多線下活動 而在線下活動裡面 很多網友都來徵詢我們一些投資的意見 原因就是因為自從在病情開放以後 我們香港或者中國的一些股票和樓價 都相應下跌了很多 因此網友就感到一定的困惑 就走來問我們相關的意見 其實我早在一年多前 就已經去到勸我們的網友 如果你手上持有多餘的投資物業 不是自住的 就最好盡快脫身 盡快賣掉了 為什麼呢 因為樓價不會一直上升 始終都會有下調的一天 而且中央也已經一早說明 香港的樓市是需要有健康的下調的 試想一下我們經歷了由2004年到2024年 已經20年的樓價升幅了 所以調整是在所難免的 而且這次的調整期是會經歷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我預計起碼都要五年 意味著中港樓市的下行 要實現到好像我們以往 去做收租佬穩穩定定 磚頭致富 起碼就要等多再五年之後 才能夠去到入市 去到購買我們的中港樓宇 因為原因很簡單 現在買的話就必定會選手 因為不是最低位 還會調整下去 而問題就來了 在這段期間 我們如何將我們手上多餘的資金好好運用 去增值 以防只是放在那裡被通脹蠶食或者貶值 如何防止這件事 究竟有什麼項目 在穩妥之餘 又可以帶給我們一個相對高的回報 是股票 是金融工具 這些都是一些風險比較高 而且上落比較大 投資難度技術比較高 不是太適合大眾的東西 多數來說都是會輸多贏少 所以唯一比較適合大眾的投資產品 都是物業 因此為了解答網友的這些疑問 我們最近在這一年多的時間 都去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去作出考察 考察一下全球不同的物業市場 得來的結論就是 縱觀全球的物業市場 如果只講回報和基本因素 當然是不談論政治 這樣算的話 我們得出來的結論就是 投資日本大阪的民宿 就是最適合的了 我預計這五年裡 是可以獲得接近一倍的回報 為什麼呢 不是無中生有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日本的樓價已經跌到一個非常低殘的水平 而且已經在這個低殘的水平裡 走了一大段時間 現在正值就是剛剛回升的周期 進入上升周期了 已經開始止跌回升了 這是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就是 日元的匯率 到了前一段時間 就是35年裡最低的匯價 也就是意味著 現在入手日本的物業 就等於已經打了一個五折一樣 以後 單不計物業的升幅 只計匯率的回升 就可以獲得額外三成的回報 而且最近日元匯價已經慢慢上升了 這個因素就是因為美國正在減息 日本正在加息 而且這個趨勢是會長期的 在這五年內將會走著這個趨勢 這是第二點 而第三點就是 從我們新聞都會看到的一些資訊就是 就是全世界的遊客 都不知道為什麼 紛紛去到日本那裡旅行消費 而且旅客數量不斷地創新高 因此日本現在將會有龐大公不應求的住房需求 這也是理好了民宿的回報 當然的 還有就是為什麼要選日本的大阪 因為大阪 將會在2025年有細博會 還有在2030年也會建設一個大阪賭場 綜合以上的因素 我認為在全世界的範圍裡 單計投資成效 如果不說政治的話 這個是一個能夠帶給我們穩陣 而且能夠提供一定回報升幅的投資物 這個時間有人會說 這就等於益了日本人 我們將錢放在他地方 投資在這個地方 其實概念是剛剛相反的 我們不是永遠將資金放在日本 而只不過是利用這五年資金空閒的時間 就將錢放在這裡 賺取他的租金回報 匯率回報 物業日後升值的回報 然後在五年以後 將這些投資標賣出的時間 我們就會將資金重返我們的中港兩地市場 到時候你想去大灣區玩也可以 去到那裡置業也可以 去到香港置業也可以 因為到時候我們中港的樓市已經跌定了 但是同一時間我們的資金在日本那裡已經翻了一番 這樣才是智慧的投資 簡單來說 我們在這五年時間裡面 正在收割日本的旅遊業 當然我們這種收割不是猶太人或美國人那種收割 而是善良的收割 因為我們不會霸佔這些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搞了一個大阪民宿投資體驗團 透過你自己親身實地考察 而不是單聽我說 去到當地你就會親眼見到日本龐大的旅遊人數 以及住房需求 從而就了解到我們這五年的穩定投資回報 所帶給我們的並不是空月來風 也都上面透過這次的實地考察 也都可以破除到很多坊間之間人運益運 對於日本民宿投資的迷思以及誤解 投資是不會說政治的 我亦都不會建議我的網友投資是說政治 因為這樣只會損害的是自己 資金是聰明的 市場只會說供應和需求 其實格仔我早就已經在2014年10年前 就已經有投資在日本的物業上面 但當時我投資的日本物業只是普通放租 並不是民宿 如今這兩個物業我就已經放了出去 轉移資金投資到大阪民宿裡面 所以日本樓宇穩不穩陣 或者那些什麼天災人禍地震那些 究竟有沒有影響到物業 我是本身很清楚的 當然這些就是坊間的其中一個誤解 所以你必須要來到去親自看一下 相信自己的眼睛 也都可以上面吃喝玩樂一番 去到放鬆一下 今次這個活動我們稱之為 大阪新潮民考察遊玩之旅 在現在目前的情況 來自新加坡 中港台三地 韓國 馬來西亞 總之有實力的公司 全部都插針在大阪那裡 來賺龐大的旅日遊客的收益 而我和格仔更加有幸 被其中一個有實力的集團邀請 成為如何令到民宿脫榮而出 就打造主題式民宿的項目顧問 我們被邀請去提供最新潮的建議 考察團時間就是五日四夜 時間就是十月三日至十月七日 這個團最棒的地方就是 我們一半時間就去考察去了解 由買地去到地盤 起樓和民宿經營的做法 去實地考察和實地感受 還有一些現成的民宿經營 亦都可以讓你親身去感受一下 然後再在考察的過程 選擇和扣入最適合自己的物業組合 而另一半的時間 亦都會陪同大家來吃喝玩樂一番 會帶大家去不同的景點 例如說 內涼到餵下鹿仔 去下德川家康和風神秀吉 都駐紮過的大阪城公園 更加不少就是去深齋橋 杜頓骨這些旺區 去感受一下人流衍生出來的商機 但最重要就是我們最喜歡的飲食方面 就是我們挑選了 曾經起日本招呼過G20 各國外長的國燕級料理 另外就是去吃著名的蟹道樂 更加不少就是吃出名的神戶牛 日本牛的燒肉 火鍋等等 而且最棒的地方就是 這個不是一個團 因為我們沒有收大家的團費 所有大家所出的費用 都是給自己的機票和酒店 而大家出機場的一刻 我們是有名車來接送 當中的安排和帶領 都是我們免費送給大家 有興趣的朋友請聯絡這個電話 Whatsapp我 6031633 為什麼Whatsapp呢 因為要有文字的記錄 再說多次 6031633 不會一團名額只接受20人 所以手快有就手萬無 我推廣這個活動 就是一個原因 因為是來自我一個遺憾 在我小時候 曾經非常之留意 關於物業和金融市場的事情 我希望有一天 我長大的時候 存到一定的資金 就可以加入這個市場 大展拳腳 可惜到我三十幾歲 有足夠的資金 可以希望去學一下 在市場發揮的時候 已經是不適合時候了 但是就讓我覓到另一個市場 就是剛剛開始發展 大把這個地方 它的發展潛力 才剛剛開始 各大的集團現在才開始進駐 而且入場門檻非常之低 民宿來算 二、三百萬 就可以有一個非常之好放租的民宿 租金回報也遠遠比香港高 所以過去年多 我都不停推介這些東西給我們網友 而現在就在這裡推介給大家 再說一次 電話是6031633 6031633 有興趣的盡快WhatsApp 那好了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就來到這裡 臨結束之前就提提大家 記得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就來到這裡 拜拜